大家好我是游子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下 Sam天天在干什么 我忙着做我的事 他忙着做他的事 这是我们家一套 旧的椅子 是放在花园里的 扔在角落里 一直没人做也没人用 Sam就把它拿出来 准备把 那个椅子的 坐垫再重新包装一下 我去eBay上花了11块钱 买了 这块金的假皮布 这个料子可以用在室内 也可以用在室外 拆下来的那个椅子垫 它的反面以前是一种 纸板材料做的垫子 椅子放在外面 经过了水泡 那个纸板已经全都烂了 这个椅子根本就不可以做人了 Sam就把那个纸板 全部拿掉 换上了木板 然后把那个旧的皮再装上去 因为想让它更结实一点 我来量尺寸 给它剪一个圆形 让它重新再包在这个外面 Sam在布的中间画了一个十字 然后拿了一把尺 按照这个尺寸 它在那个定点的地方 钻了一个洞 让我用一个笔 顶住第一个洞 然后它用第二个洞 来画圆圈 画了一个椅子的圈 然后把布一折二 同时捡了两张椅子的圆圈 接下来就是Sam的事了 一个小时以后 这套椅子焕然一新 包了新的布以后 漂亮多了 做的也很舒服 所以家里有旧的椅子 不要扔了 自己可以再把它翻新 Sam还把前院和前阳台的桌子椅子 也都油漆了一下 阳台上的椅子 这里看上去风景是最漂亮的 今天还是那么热 但是把门开着 这两户窗户开着 凉快多了 还是待在家里好 好了 今天做了一个短视频 跟大家say hello 谢谢你的关注